大鱼河的沿线有很多的故事有很多的文化符号 其实可以被IP化的内容很多 在这儿有《红楼梦》有曹雪芹的故事 在张家关进行创作 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一个旷世的旗作 比如说这个明清时期包括元代 有很多的传教士外国的旅者 包括马可波罗 利马斗 它们其实都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IP形象 未来进行开发 中国大鱼河既是世界文化遗产 也是中国南粮北运的一个重要防线 哇 鱼河的运自本意为运输 在社会体系中借助水的流转 鱼河不仅成为草粮运输的载体 也是文化交融和传播的流带 我们开发了金城大鱼河的数字传播成功 在北京技艺数字资源平台上 发现了这个金城大鱼河的专题文化网站 它可以实现全天候场景化的传播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运河传播 还有讲好中国故事这个事儿上 我们做了特别多的努力 而且有特别多的我们的同行 我们的朋友 包括一些市民大众吧 都在做这些贡献 长迟众 The Grand Canal has witnessed the convergence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hina Preserving the ancient and forging the future lets collectively witness the Grand Canal culture as it spreads to the world